你 我跟你说 你赶紧走 我都拍下来了 不然我报警了 你让开 你见不见我就报警了 我告诉你 我不打女人啊 这是我家 你赶紧滚 你让开 打正好 打负责 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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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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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咱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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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t 叫我火 shaped车 老婆 叫我火了 搓车 救护车 5 ちょっと 小姐 你醒醒啊 小姐 你可别吓我 小姐 你看看我 我是乐乐 电视先生 我需要给他两个血压 先生 不好意思 我要给病人测个血压 对不起 把你看他手水粘手 继续 袁姐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放心你吗 怎么手机也不接呀 我不是去医院了吗 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的 没大事 你放心吧 你看佳佳这没情没重的 都怪我 怪我把她给惯坏了 你也别怪她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 我觉得 我还挺理解佳佳的 为了我 伤害了你母女的感情 说实话 我这心里倒 还挺过意不去的 太谢谢你 比捷我 知道我的难处 你走了以后 我跟她大吵了一架 我还打了她 她一气之下就跑出了家门 我现在给她打电话 她也不接 急死我了 行了 你也别着急了 她现在正在气头上了 你等她消消气就没事了 举报安静的事 你想好了吗 举报 礼远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过我安静吧 啊 好不好 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 不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 你听我说 我如果我要真去举报安静的话 安宁这么多年 被他姐姐就认牺牲了 你知道吗 而且 安静这辈子就完了 李渊安 我知道 我跟安静不可能了 所以 你不能让我这一辈子 我这心里一直内疚着吧 你说是不是 好 我答应你 起来吧 走 李渊安 谢谢你 李渊安 嗯 你们家呢我是待不下去了 因为考虑到你母女的感情 这宿舍呢 我这思前想后吧 我觉得 就是不太方便 所以呢 你说 对 你提醒得对 我是该给你买套房子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 等佳佳气消一些以后 我就陪你去看看 李远 真辛苦你了 应该的 你对我好 我当然要对你好了 谁要是对我不好 我就吃了他 石天明 他给你打电话干什么呀 不知道 喂 天明啊 什么 在哪家医院 好好好 我马上去 刚才你说医院怎么回事啊 佳佳摔倒了 在医院抢救呢 佳佳摔伤了 这 怎么回事这是 我也不知道我得先去看看 喂 你不陪我一起去吗 我想陪你去 但我想 杨佳见着我别不高兴 反正对身体更不好了 是不是 这样吧 你先去看看情况 如果要需要我 你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赶出去 好好好 还是你想周到 那我先去了啊 那你慢点啊 佳佳 佳佳 佳佳呢 佳佳佳 佳佳 张总 佳佳怎么样了 医生说佳佳 她颅内出血 情况很危险 不过您放心 是 医院已经调集了 所有最顶尖的脑科医生 来帮她做手术了 佳佳 不会有事的 佳佳 佳佳 别怕 妈妈在这儿陪你啊 别怕 佳佳 佳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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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摔伤的 我也不清楚 等我发现杨佳的时候 她已经倒下 已经不省人事了 她在家里好好的 她怎么会无缘无故 就摔倒了呢 佳佳不是摔伤的 她是被人打伤的 你是 我是佳佳的干妹妹 那你怎么知道的 出事前 佳佳给我打了个电话 佳佳说 她刚和安静安宁她们 打了一架 她被贴在地上 摔得头昏眼花的 喂 你不要瞎说 我没瞎说 句句属实 手机呢 佳佳的手机在谁那儿 在我这儿 我本来想看她通话记录的 但是她生了密码 她的密码是你的生日 她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是给一个开朽大王 开朽大王是谁啊 我就是开朽大王 你 准备说 这事都是真的了 不行 要报警 马上要报警 张总 你先不要冲动 安静跟安宁没有理由 要伤害杨佳的 咱们最大的理由就是你 张总 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 我们不能随便冤枉人 我是没想冤枉她 所以我才找警察 来查明真相 行了 你别再躺逢那两个姐妹了 为了安宁的事 你在之前就伤害了佳佳 现在佳佳就在里面躺着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的 你就这样对佳佳 你好意思吗 我什么都没说过天宁 我对你的行为 我真的是任务可忍了 张总 您听我说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伤害佳佳的 就是安静和安宁 难道 就凭她的一面之词吗 什么一面之词 她最后一个电话 就是打给我的 这些话都是佳佳姐告诉我的 而且安静和安宁 从小就喜欢联合起来欺负人 何况佳姐手上 还抓了安宁的一个把柄呢 什么把柄啊 她知道安宁在绅士上班 用的是假文凭 而且安宁还被人举报了 假文凭 等会儿 假文凭的事 你怎么知道的 我 我听佳姐是告诉我的 我也听杨佳说过 说听安宁做假文凭的人 就是她干妹妹的一个朋友 是不是就是你 是我怎么了 张总 这丫头的话 我觉得一点都不靠谱 不能随便相信 万一这是个误会呢 我看这样吧 我们等佳佳醒过来了 问清楚了 到时候再报警 您看怎么样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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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没想到 举报你的人 竟然会是乐乐 看来这些年 他对咱们姐妹俩的恨意 还是没有减轻 他这些年在外面流浪 一定吃了不少苦 我以后不见识天明了 这样杨佳就会消气 之后我再去问他 要乐乐的地址 咱们就能找到他了 可杨佳能消气吗 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 万一他举报我们 姐 杨佳这个人虽然霸道点 但心机是不坏的 他今天威胁我们 也只是一时气急罢了 这件事情关乎到你的未来 他会掂量一下的 大不了过几天 我找了道个歉 要打要骂随便他呗 委屈你了 委屈你了 晓宁 其实 有件事情 我一直都想告诉你 可是 我怕你接受不了 什么事啊 那你得保证 你得听我把话说完 而且 千万别生姐的气好吗 咱俩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你说吧 我保证不生气 那你听完之后 你千万不要不理我 不要不认我这个姐姐行吗 姐 到底什么事说这么严重啊 晓宁 其实我 宋洋 你还有脸打电话给我 你之前出卖我跟我姐 安宁 你听我说啊 你先别着急 杨佳呀 颅内出血 情况很严重 我现在人在医院呢 杨佳出事了 她出什么事了 刚才杨佳的干妹妹说 说杨佳是你跟安静把她给打伤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啊 我们没打她啊 是她打我 我姐在这拦架 想把她拉开来着 后来 后来她就摔在地上了 可当时没什么事 怎么可能伤这么严重啊 你把眼睛开开 我也听见了 或许啊 她跟你们的运气都不好 就是安静这么一推 就撞着她脑袋了 听我跟你说啊 前两天 我看了一个报道 说有个人呢 走在大街上 踩了个香蕉皮 就摔倒了 碰伤了脑干 人都死了 安静 这样吧 你也别着急了 我现在人在医院 我看他们有什么新的情况 马上给你打电话 啊 晓妮 这 这怎么办啊 万一 杨静她死了怎么办啊 姐你先别急 怎么可能那么严重 这怎么可能摔一下就 你快接啊 可能是宋阳打的 哎呀是石天明 遇到她准备好事 那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姐你先别担心 有什么情况 宋阳一定会再打过来的 咱俩先别瞎想了啊 你先别散开 对不起 您拨下的号网 无远秩杂 请稍后载作 水天明 你在干什么 你是不是在给安宁打电话呀 是 我想问清楚他们 跟杨佳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信任你了 家里 家里 您去吧 家强 家强 医生 他怎么样啊 命应该能保住了 谢谢你们啊 不过 他的头部受到重创 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即使醒来 也可能变成植物人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啊 医生 我求求你们 一定要把它治好 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的 目前啊 我们对人类的大脑 了解很有限 但是人类的爱 创造了不少奇迹 希望你们有空多陪给它 跟它说说话 希望你们的爱 能够唤醒它 原来在家 妈妈在这儿啊 别怕 妈妈在这儿 天明也在这儿呢 夏小姐 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我可就你这么一个好姐姐了 家叔 请让一下 我们要把这人送进监护室 来 等一下 你们看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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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家家身上的伤 这肯定是被人抓伤的 这肯定是被人抓伤的 一定是有人把他抓伤的 一定是有人把他抓伤的 我女儿受了多少苦啊 他只好 我现在就要报警 张总 石天明 你要是再拦着我 我就对你不客气 喂 110吗 有点报警啊 走 别走来走去的了 走得我都心慌了 哎呀 晓宁 我 我 我真的是好害怕呀 这 喂 宋阳 到底是什么情况 阿静 你快跑吧 杨家的手术已经做完了 情况很不乐观 医生说了 他很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的 张立元也已经报警了 你听我跟你说 你赶快离开学校 能跑多远你就跑多远 我能做的 也只能是给你通风报信了 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走 姐 怎么了 什么情况啊 宋阳说 杨家他伤得很重 很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张立元已经报警了 他说警察他随时都会来抓我 他让我快跑 跑 这 怎么会这样 怎么在这儿跑啊 不对啊 姐 你当时是为了 你当时是为了帮我 你并不是故意要打伤她的 你 你去跟警察说清楚啊 可 这怎么能说得清楚呢 杨家她伤得那么严重 伤了一员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我肯定要去坐牢的 晓妮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想要该怎么办 姐 你先别慌 你让我想想 姐 你去哪儿啊 我要去自首 杨家她救过我 可我却把她伤得那么重 是我最有阴疼 姐 不能去 杨家受伤 我们两个都有责任 就算要去自首 那应该是我去啊 我怎么能让你去呢 退倒杨家的人明明是我 我怎么能让你去提我呢 姐 你是不是糊涂了 再过几个月 你马上就要毕业了 你这一去自首 你 你是不是想让这四年的大学 都白读啊 是不是想让我们两个人的梦想 都落空啊 我 我怎么 我怎么 你真不是个东西啊 你 你居然你出卖你最爱的女人 而且还不仅一次 还出卖两次 你真是个王八蛋 你个王八蛋 你个王八蛋 姐 就到这儿吧 我自己进去 小妞 子彦 别担心 对杨家的伤害只是过失的 再加上我是来自首的 杂院一定会从轻处理的 可有张力远从中捣鬼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万一 万一你要是坐牢了 那怎么办 没事 我已经想好最后的打算了 小妞 你别去自首 还是让我去吧 姐 别再跟我争了 你还有三个月就要大学毕业了 一旦坐牢 学业跟事业就都没了 而我只是一个打工妹 就算坐牢 我还可以在监狱里面自己学习 完成自考 拿到大专门凭 对我来说 其实没有太大影响的 傻孩子 坐牢 哪像你想象的那么轻松啊 姐姐这辈子 真是欠你太多 姐 别这么说 这次的货本来就是 就是我闯的 我当时就不应该一时冲动 去弃杨家 这样他也就不会来打我 你也不会为了保护我 把他推倒在地上了 所以我来承担后果是应该的 姐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 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要太担心我 不要因为我 而影响你的学业 你要知道 这个大学 不仅是为了你一个人读的 也是为我读的 对 我要你完成 我们两个人的梦想 姐 你别难过 姐 你看 有你送我的发卡 陪在我身边 就当是你陪着我了 来 来 跟我带上 天天 我们俩都会见面 哪怕 在回忆的房间 是 在你上 你 跟我们我们吹 是 是 是 有你 那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莫轩 安宁呢 他在里面作笔录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为什么把杨家伤得那么重啊 是杨家先动手的 我 他 只是推了他一下 可没想到会发生意外 这事可麻烦了 如果张立元不放手 安宁可能会坐牢的 莫轩 我求你件事 你说吧 别说求不求的了 待会儿你见到安宁的时候 无论他怎么问你 你都不能承认 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本来昨天晚上 我就想和安宁 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是没想到 话还没说出口 就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我知道 在安宁心里啊 还是非常爱你的 虽然他嘴上说相信我 可是 他一直都怀疑 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个时候 他不能再受到任何打击了 我知道 不说这些了 事已经发生了 我们尽快解决吧 小宁 姐 警官 我可不可以 再跟我的姐姐 还有朋友 说几句话 好 你们可以简单地说几句 但是 你必须倒着我们的面 而且不能说 与爱情与关的内容 谢谢 谢谢 小宁 姐 别担心 我没事 墨轩你怎么也来了 你出事了 我能不来吗 是我给墨轩打的电话 他一直都在外面等着你 对不起啊 害你担心了 别说这些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好朋友 对吗 你出事了 我肯定会到的 安宁 你放心 我跟你姐 会把你找一个好的律师 别害怕 冨轩 我 不是一个死缠乱打的人 但是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 现在有可能我马上就要进去了 再不问也就没机会了 所以你可不可以如实回答我 怎么了 你之所以跟我分手 是不是因为喜欢上别人了 小宁 你怎么能怀疑墨轩呢 她一听说你出事 立刻就赶过来了 可是 可是 可是为什么杨家跟我说 你跟我分手 是因为我姐姐啊 那是杨家在挑拨 杨家那人你也不是不知道 安宁你别胡思乱想了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人就是你 好吗 那就好 好 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随时家属 给我们到那边拜一下相关手续 好 这是刑事拘留通知书 需要家属签字 警官 她是我亲姐姐 就让她帮我签吧 好吧 走吧 来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妈 千万别让她知道这件事情 你得经常给她打电话 照顾好她 别让她担心 进去之前 需要把你身上的所有物品全部交出来 如果你有皮带和鞋带的话 也需要解下来 还有你头上的发卡也必须拿下来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规定 所有的锐气 利器 以及皮带 鞋带等 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任何伤害的全部物品 必须全部上缴 你放心 这些东西等你离开的时候 我们会依法全部还给您的 好 好了 可以带她走了 小宁 你们别抓她 要抓抓我吧 姐 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还有啊 你如果找到乐乐 记得替我跟她说句对不起 告诉她 其实我们很爱她 我们永远都是好姐妹 小宁 姐 好 好 好 刘律师 麻烦你 再帮我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帮安宁减轻刑则 甚至免于刑事责任的 只有一种方法可能有效 那就是让受害方接受被告 只是过失伤人的出发 同时主动出局证明书 便向法庭要求免于刑则的出发 我杨家伤得这么重 调查她的妈妈出局量结束 这恐怕不太可能 张总 我求求您 求求您放过我妹妹吧 我求您写一份谅解书 这也算是替杨家积福了 安静 你居然还敢让我放过你妹妹 你们姐妹俩当时都在场 究竟是你妹妹一个人动的手 还是你也动手了 只有你们俩最清楚 既然现在你妹妹愿意 承担这个责任 我们就应该成全她 张总 我知道您很生气 但是您让安宁坐牢 对杨家有什么好处呢 张总 我们真的不是 故意要伤害杨家的 这只是个意外而已 只要您答应写一份谅解书 您有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您了 这样吧 您要是能拿出五十万医疗费 这个谅解书我写 五十万 您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多钱啊 我带佳佳是要去美国治疗的 这五十万还不一定够呢 您这不是存心难为我吗 您资产那么多 怎么还会在乎这几钱呢 我的钱是我的钱 你们姐妹俩做的孽 你们就应该承担 我还告诉你 五十万一分都不能少 张总 您这样摆明 您就不想给安宁任何机会 石天明啊 那你给佳佳一个机会啊 只要你同意跟佳佳结婚 永远照顾她 直到她痊愈 从此以后跟安宁一刀两断 这五十万我不要了 我还给她签这个谅解书 张总 我可以答应你 我会照顾杨佳 一直到她痊愈为止 但对不起 要跟杨佳结婚的话 我不能答应你 因为我真的做不到 我不能骗你 好 我已经让步了 如果他们拿不出 这五十万 安宁只有坐牢 张总 是不是只要安静 能拿出五十万 您就愿意签 那份量解书 看他们能不能拿出来吧 那好 我希望您可以承诺 等您拿到安静的五十万之后 我希望您可以放过安宁 我等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